喜来登政变之后的公正党上下士气低落 特别是在经历了三场周选的惨败之后 公正党跟他们的支持者是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而声望跌到谷底的党老大安华 给党指了一条大帐篷的道路 并且得到了西蒙盟党的叫好 然而刚刚当上老二的拉菲兹 他却以拒绝大帐篷为号召 把他当成是一个变相的党内公投 结果还以三分二的高党民意漂亮登场 狠狠刮了安华一巴掌 也让支持大帐篷概念的西蒙成员党吃了一个门棍 那现在的公正党就像是一艘在汪汪大海当中飘洋 但是没有方向的船 那拉菲兹当上老二让公正党好像看到了方向 刚刚过去的公正党大会上 拉菲兹就好像是天王巨星般登场演讲 让全场骚动 掌声口号声震动整个会场 情绪沸腾 基层啊 个个就好像打了鸡血一样 甚至可以形容他们好像抓到了一只盲公主 那好了 拉菲兹是摆明拒绝大帐篷策略 还得到了三分二党民意的支持 那么早前表态支持大帐篷策略的西蒙成员党 比如说行动党成进党 现在该怎么是好呢 是跟公正党分道扬镳 继续盖他们自己的大帐篷 还是让拉菲兹说了算 大家一起拒绝大帐篷呢 再来一个问题 没有了大帐篷 西蒙这一次就肯定输定了吗 政治学者黄建发在接受八点最终报访问时就指出 主张谈大帐篷的人认为 集中选票就可以降低跟其他在野党的冲突 他们的逻辑是这样认为的 只要一对一就可以赢 但是黄建发说 这可是源自于1990年代两限制的策略 已经是40年前的老想法了 现在不能够再用同样的方法来迎战当下的选举 而马大副教授阿旺阿兹曼更认为 拒绝大帐篷其实对公正党有利 要不然就会为他人做嫁衣裳 让自己吃亏了呢 马大副教授阿旺阿兹曼认为 对公正党甚至西蒙来说 拒绝大帐篷能够让他们保住更多上阵的议席 同时提高胜选的机会 而如果坚持大帐篷策略的话 只会让那些没有党基层的小党获利 最终吃亏的是相对拥有 庞大基层和党基系的公正党 如果PKR是相对比较相对 之前提高胜选择 其他生意的organism 就是朋友和育党 就是 этом朋友 PKR必须拒绝大帐篷策略的人 这事实际上对了 是有助于个育党或秩序的与党 就像英国维党の育党 而被贬罪和育党的与党民 有很多人的独立 阿旺阿兹曼认为 拉斐兹拒绝大帐篷的策略 其实是有利于公正党和西蒙 而政治学者黄建发也指出 西蒙大部分人以为 只要集合在野势力做到一对一 那么就可以集中选票把国阵打倒 但那是四十年前两限制的老想法了 黄建发说 虽然安华一直喊着要大帐篷 但在拒绝土团党又被斗士党拒绝之后 其实安华剩下的选择并不多 你不要不杀党 那么不杀也不要你 你剩下谁 瓦里山跟姆达 姆达很小 要不要说姆达不是大问题 你剩下就是瓦里山 瓦里山有多大本钱在西蒙跟里头 在沙巴的话 他要不要跟你谈 也还是未定之天 所以到最后 谈大战不能再谈什么 他们其实在谈一个过去的旧梦 因为放不下这个旧梦 觉得说我们把那个旧梦 再重新编制一次就可以成功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厢情侣 黄金发认为到了最后 所谓的大帐篷不过是执着于一场旧梦 或是西蒙一厢情愿的想法 拉菲茨反对大帐篷是要西蒙面对现实 专注在西蒙有胜算的选区 那么在选后才有谈判筹码 RPC反对大帐篷很多人忘了听他下一句 他下一句是说西蒙应该寄中火力打80个席 当你想说寄中火力打80个席的时候 就是你可能去打150个席 然后其实真正想赢的就80个 重点是你不打完222个 没有胜算的选区 不要浪费精力去打 那么这样一看的话 你其实就看得很清楚 一般选民担心说出现多脚战的问题 其实不会出现的太多 政治学者黄金发认为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 现在是不太可能集结所有在野势力的 所以不需要在选前勉强自己 他举例过去这些日子呢 国盟跟西蒙之间互相攻击 已经落下了深深的牙齿印 还有办法把这些人集合起来一起打选战吗 好 在个别的一些地方上的选区是有可能的 但是全国选举的话是不可能的 所以黄金发认为 既然大家吵了架 百道明 大家是怨偶 那就不用在选民面前做戏了 而在选举之后 如果没有一个党赢过过半议席的话 那么到时候大家还是可以有谈判空间 所以现在说什么 拒绝跟谁合作 或勉强跟谁合作都言之过早 因为一切都还要看选后的结果呢